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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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让内地人更理解 所以说他的愤怒感极难弄 这个就孙子兵法里边了 实际上是你供知道怎么供 手说是哪是墙 墙后知道自己知己知彼百善百胜 这也是这个正名延伸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呀 是他自己经常警示自己的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没想到呢 被红大凡 他来点播我 就证明什么呢 你的事我也知道 其实就是高手过招 就是在这种过招 这挺有意思的 大家好 我是冯文娟 我在这部戏里面是饰演袁晓文 这里面的演员都是第一次合作 然后我感触很深的就是张学友老师 当时我和他有一个词就是要对 他说完了我说 然后他会提前跟我说 我这句词是什么什么 然后到最后拍我特写的时候 他是那个 就是跟我说文娟我要不要多跟你说一些词 就是不要直接委屈 你这样会不会顺一点 我就觉得这种关怀吧 真的是挺让我记忆深刻的 这些非常有经验 非常成功的演员 他们在对待我们这些新人的时候 所表现出的这种关怀和对我们的那种关照吧 我觉得真的是挺感动的